2023年2月24日,网飞在30多个国家下调了订阅价格。 这是该流媒体巨头即密码共享、低价广告订阅套餐后再次加码的收入增长策略。 流媒体行业竞争白热化,网飞是否还能一记绝尘呢?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。 当今,网飞Netflix是全球最大的流媒体视频服务提供商之一。 2011年,网飞开创的视频自制模式带领流媒体平台一次史无前例地飞跃。 制作原创内容为网飞打开了全新的竞争格局。 该公司以其高质量的原创内容和广泛的国际市场覆盖面而闻名。 纸牌屋、怪奇物语、鱿鱼游戏等全球火爆的影视作品大获成功, 使其成为数字娱乐行业的领导者。 回顾2022年,网飞经历了较为挣扎的一年。 前两个季度,网飞全球付费用户流失20万和97万人。 付费用户首次出现负增长的情况,股价一度崩跌35%。 以美国流媒体应用市场份额来看,网飞在美国流媒体应用市场份额方面目前处于领先地位, 但自2021年第一季度以来,每个季度的市场份额都在下降。 随着流媒体行业群雄四起,用户增长欲平静,网飞的关注重心也在转型。 从关注用户增长到关注整体营收以及提高其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。 2022年三季度财报发布后,网飞强调,2023年起将不提供用户增长指引,营收会成为公司增长的关键绩效指标。 短期内广告低价套餐、密码共享以及下调订阅价格可能会为网飞带来一定的用户增长,助力股价小幅上行。 长期看整体上行空间有限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,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 在墨尔本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3-8658-0602。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 下期节目再见。